- 學英文的資源很多,我的頻道當然是一個 那我現在介紹一個我覺得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多去追的一個推特的一個賬戶 他是一個學英文很棒的的一個 而且是很原創性的一個學習的資源 大家好,我是Paul,終於到終於英文一起讀 這個東西或者應該說這個推特的賬號叫做Festhole Fest F-E-S-S,其實他一定是confess這個字的縮短 confession confession,confess這個動詞一般可以理解為去告誡 所以那種對著那個天主教神父的那個告誡 就關在那個小房間裡面,跟神父說 神父啊我有罪這樣子 那告誡你知道,那還有告白也是用這個字 confession 所以它是confess這個字縮短掉變成Fest 那加一個hold在後面,hold一般就動嘛 那你大概理解什麼叫速動 像很多人會覺得推特是一個速動 你可以在上面 因為推特相對來說比較新 所以你可能穿個推特賬號上面沒有任何你的朋友 所以你在上面暢所欲言 把你一些心事都講出來 所以這個Festhole就是這樣一個存在 它就是推特上的一個速動 那這是外國人在用的嘛 所以而且好像基本上是英國人在用的 所以就會有很多人在上面告誡很多事情 那它是匿名的,所以匿名就很重要啦 因為你講什麼光怪陸禮的事情 多扯的事情 那能夠登上去 你都會覺得不錯,我都被看出來了這樣子 那裡面真的很多蠻扯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推特賬號就會成為我以後一個很棒的一個免費的資源來源這樣子 學習的這個learning material的一個source Endless supply of free learning material So good 而且裡面有些就是比較歪七扭八點的那些故事 聽起來真的蠻有蠻震撼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看幾個 可是現在我要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There's a caveat 我就必須要腔調 Caveat這個字其實我們前一陣子說過 所以就是我們進一步行動前 我必須先給你一個警告 裡面是有一個 有一個warning的 這個warning就是 因為推特你知道 有字數的限制 所以寫出這些短短的故事 心情小語 那它的寫的寫法 可能就會因為字數的限制的關係 而寫的比較concise一點點 甚至會打破很多文法規則 前一陣子我跟一個朋友聊天 他在跟我說外國人都沒文法 我認為那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 其實外國人在講話絕對是有文法的 我們現在講的中文其實都有文法 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因為我們不需要去從文法層面 來學習我們的母語 外國人在講話其實也是一樣 你會覺得他沒有文法 其實他根本就是有 根本就是有 所以你可能從 如果說你自己去看這個 我這邊在講這個fetchhole的話 你可能會得到一個誤解 就是文法不重要 可是我必須強調文法很重要 裡面的東西其實都有文法 甚至我在一邊講解的時候 可能我就會把它還原成原本文法正確的句子 然後做成可以的省略 讓英文好的人都能夠了解 那你英文不夠好 可能你就不了解 你可能會以為 oh this guy's grammar suck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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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doesn't suck you suck 好 所以 來吧 我們就來找幾個看一下 來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不是每篇都看 因為我覺得不是每篇都有很多值得講解的東西 所以這篇我們先看到 他說as a teacher you're sometimes privileged to witness life moments you're sometimes privileged to witness life moments I saw a girl approach a boy to ask if he wanted her number he paused then pulled out his phone out a joint on the girl's face I then confiscated the phone as it's against rules to have it out in the corridor 我覺得這就是很棒的一個等等的小故事 so as a teacher 身為一個老師 你大概就會有的時候會有那個特權 能夠去見識到 見證到一些人生中美妙的片刻 所以老師看到學生人生中非常美妙的片刻 這邊其實就已經有了一個 這個算是小小文法而錯了 這裡的as a teacher 身為一個老師 後面寫的you are sometimes 所以你是老師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assume你是老師 他其實這邊用的主詞是 他自己可能會更好一點點 但這個無所謂 所以身為一個老師 你有時候會有這麼樣一個特權 所以privilege這個字 我們一般理解為特權 所以它是一個 它可以用成被動的 so you are privileged privileged to witness 人生的一些moment 我這邊再多講一個詞 就是privilege這個字 它當然是名詞沒有錯 privilege 可是它也可以變成privilege這個形容詞 privilege剛說是特權 privilege是什麼 privilege還是特權的概念 那這個特權講的主要講的是一些 對於資訊的知道的權利 那這也是特權 所以我們在這個政府的單位裡面 有一個叫做疏密院 我如果沒記錯 它就叫做privilege council office 疏密院 那另外一個我們的用法 我們剛說是形容詞 所以我這裡造了一個句子 叫做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BFF best friend forever 我的這個BFF 他永遠就有特權能夠知道我的秘密 這很合理 這個句子叫做 my BFF will always be privy to my secrets 所以它的用法大概是be privy to something 就你對這個東西是有特權能夠知道它的 so my best friend will always be privy to my secrets 小心的是prevy不是動詞 所以這邊的be privy prevy是形容詞這樣子 ok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 如果說今天你要跟人家分享秘密的話 你也可以用confide這個動詞 confide 後面接著接近一次是in 我們時間的關係 這個我們就不造句了沒有關係 好我們現在就再看一下 so you're sometimes privileged to見識人生的moment 那他接下來就說這個moment是什麼了 他看來跟女生接近了一個男生 然後就問你想不想我的電話號碼 so I saw a girl approach a boy to ask if he wanted her number 所以女生去問男生要不要我的電話號碼 然後男生當然就呼呼這樣子 so he paused 所以男生就暫停住一下 怎麼這麼好今天中樂透 then pulled out his phone 然後就把手機拿出來了 那這邊如果你一定要挑剔一跳文法錯誤的話 這邊有一個and的才是對的 so he paused and then pulled out his phone 無所謂啦 那下一個句子就根本又不是句子了 因為就沒有主持動詞了 utter joy on the girl's face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女生的臉上 哇非常的開心 utter這個字 特別看一下一下 utter這個字如果是動詞的話就是脫口而出什麼事情 so sometimes people utter the phrases 就是什麼什麼之類的這樣 人們通常會說出一個什麼什麼 所以例如說當看到一個很誇張的事情在你眼前發生的時候 台灣人常常就會utter一個phrase 就是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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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之類的right 所以utter就是脫口而出什麼事情 出口這樣子 utter 那但是他用形容詞的話就是很怎樣 ok 所以他就看到那個女生臉上非常的開心 utter joy on the girl's face 那這個不是句子 其實你一定要寫成句子的話就是 I saw utter joy on the girl's face there was utter joy on the girl's face 都ok 那但是呢他身為老師他做了什麼事 他就把人家手機沒收了 因為在學校裡面走廊裡手機是不准拿出來的 然後你看他就壞人家的事 還蠻搞笑的 so I then confiscated the phone 所以confiscate這個字就是把東西給沒收掉 海關把你的東西沒收也是用這個字 so confiscate so I then confiscated the phone 因為 as 可以解釋成因為 as it's against the rules 所以這是違反規則 to have it out in the corridor 所以corridor就是走廊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們還是在學英文的corridor 當然學校的走廊你也可以叫到hallway就是 ok so corridor hallway ok的 好這是我們第一篇 see你看很有趣吧 來下一個 下一篇我們看的是這一篇 這篇說的是I am an electrician 所以他是一個這個電工 好 那他的文法又更爛了 我先把它讀完好了 對不起 so I am an electrician offer me a cup of tea job gets done for the quoted price don't offer I'm always going to find an unforeseen problem that costs extra I don't care about the tea but it's a good indicator of people's attitude to the working class 句點 你看這個真的我覺得真的 這真的是很棒的學英文的一個一個教材 素材 他甚至教你怎麼樣好好的把一個故事講完 所以他通常都會介紹一下他自己可能是什麼角色或之類的 so I am an electrician 我是一個電工 那這裡應該是句點 他不是無所謂啦 那接下來他說的是 這是一種特殊的英文構句 你對我怎樣我就會做什麼什麼動作 ok 所以他offer me a cup of tea 所以他的意思其實是 if you offer me a cup of tea 所以他是電工 那你知道他去人家家工作 如果說你給我一杯茶喝的話 那我就會把你的工作 例如說把你修個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會把你修好 而且就用給你報的價來給你收錢 so job gets done 所以這個工作就會被完成 gets done for the quoted price 所以這邊我沒有打出來 不過我多打一下好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 quoted price 就是給你估的價 所以quotation這個字 雖然說他有像我們講說引號之類的意思 叫quotation marks 可是quotation也有給人家報價的意思 so give me a quotation on your newest model of cars whatever這樣子 ok quotation這個字 可以是報價這樣子 quoted price就是報給你的價格 所以你給我一杯茶喝的話 我知道台灣的你請什麼木工電工什麼工來 那種師傅 你最好都是手搖茶 就給人家買一次買個六杯 然後大家一人一杯 甚至是一人兩杯這樣子 擺真的讓他們想喝就拿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做得比較開心 這個是我知道台灣的一種潛規則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國外也是有 so offer me a cup of tea job gets done for the quoted price 那這邊標點符號還是不好 下一個標點符號可能這裡應該是句點或者分號 下一個先繼續開始 Don't offer I'm always going to find an unforeseen problem that costs extra 所以你要是不給我一杯茶喝啊 我就一定會找到一個啊 先前沒有預料到的問題 然後現在你要多付一點錢了 所以這個就你看聽起來賤不賤很賤吧 可是這個我們可以多講一下就是 這就是人跟人之間有的時候 我比較談判愁嗎 你沒有 現在我來修你壞掉的東西 我突然間跟你說這個壞掉的 我之前沒預料到他是這樣 那現在是那樣 所以現在我可能會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沒預料到壞掉 現在壞掉我要多收你一點錢 你能怎麼辦 我們多辦就是喔好啦敢辦了怎麼辦呢 所以這錢就給出去了 所以這個就叫做I have temporary leverage over you OK 所以Leverage這個字就順便多加一下下 有時候我們講 雖然說這個中文翻譯有時候翻譯成槓桿 所以我跟你的關係中我的槓桿比較高 所以我能夠拿俏 所以你就只好聽我的話來做這樣子 我現在多跟你收個500塊 你也只好給了這樣子 這叫做Leverage OK 所以他就是因為有Leverage 所以你要是不給我茶喝的話 我就會找到一些先前沒預料到的問題 然後就會花你更多的錢 so don't offer me tea a cup of tea I'm always going to find an unforeseen problem that costs extra 可以 那下一個他還把自己再多捧高一點點 我可不是管你說這個茶到底好不好喝 so I don't care about the tea 我只是覺得這是一個我能要知道 我要知道你對我們這種勞工階級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所以你要是願意給我杯茶喝 你這個人態度不錯 那我給你quote多少就收多少 so I don't care about tea but it's a good indicator 這是一個好的指標 indicator of what so of再接下去 so but it's a good indicator of people people's attitude 對不起人們的態度 so indicator of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或者to the working class 所以the working class就是勞動階級 沒問題可以 Alright 有沒有趣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好的教材 來下一個 這邊再講 我先把它讀完好了 因為我知道上個禮拜有一個觀眾朋友說 如果說我可以先把句子讀完 然後再講解 會不會比較好 他說可以順便訓練一下聽力 Sure My wife would always moan about my Android phone I'd always say they were better than iPhones But the truth is I hated it The only reason that I had an Android phone is that she didn't have a clue how to work it and I was having an affair 句點 Alright 好 這在說什麼東西 所以她老婆就會抱怨說 這個老公她的手機是安卓的 so my wife would always moan about so moan這個字其實是 我們其實一般的翻譯叫聲音或之類的 哦之類的這樣 哦 聲音 那 moan 其實聲音好多字可以用 但無所謂 所以她老婆都會moan about 她的Android phone 應該是句點在這邊 但無所謂 I always say they were better than iPhones 所以她總是會跟她老婆說 就是比iPhone好啦 But the truth is I hated it 其實事實是她討厭Android phone 為什麼 那所以她擁有Android的這個 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 So the only reason I had an Android phone is So the reason is 理由就是 是什麼呢 She didn't have a clue how to work it 所以她不知道Android phone怎麼使用 而 而我就是這個寫post的主人翁呢 就其實是有婚外情的 OK So the only reason I had an Android is she didn't have a clue how to work it And I was having an affair 好聽懂了齁 所以have an affair就是有婚外情 好這沒問題 OK 所以其實還蠻多很想看的齁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分分看看看 就覺得說哇裡面好多好多好有趣的內容 好有趣的故事 那無所謂 這會是一個我們新的 material的來源 喜歡不喜歡或許下面可以留言我們來說說看 如果說大家都覺得這很無聊 那我就不要做了 我總是心裡想著說這個東西 如果是有人覺得有趣有人喜歡看 那我們再來做這樣子 好裡面還是可以學到很多英文真的 I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you go ahead and subscribe or follow 對不起 好像不叫subscribe 推特就是follow follow這個account 它叫做Festhole OK 今天就這樣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